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一家都处于在非常恐惧的阴影中 我想先讲一下真的 我其实今天想要心平气和的讲 我不想要动气 可是我真的刚刚听到记者问的第一个问题 你是不是因为害怕的关系说谎 我真的觉得内心一股气往上冲 为什么很简单 我从来没有办法想象一群神色自若 离开犯罪现场逃逸 甚至到了第二天才出来面对的一群人 很害怕 我没办法想象 但我能够想象拿到病危通知 不知道自己丈夫为了什么 被打到家户病房的家人很害怕 我没办法想象 他的三个子女 看到他爸爸倒在那边 觉得不害怕 但我没办法想象这些人在电梯里面 嘻嘻笑笑的时候 是处在一个害怕的样子的 但我要说的是今天这一群 这一个家人 他们虽然很老实 但他们真的很勇敢 他们选择了追求正义 你也知道所谓的正义 要拖上三年到五年 但他们真的很勇敢 他们说希望追求冗季龙辉 最重之民行事的处罚的时候 我还是要在这边要呼吁一下 要有中立的公正的财团法人 或是公益团体协助他们募款 我真的要讲 身为台湾人 我真的很乐意养他们 到接下来追求到正义的那一段时间 但是真的要有公益团体协助他们 过程要非常注意 对 但是以他们目前 我必须要讲 就我所知我目前看到的新闻是 律师协助他的家人 开了一个账户 接受捐款的时候 我要提醒他们 这是非常善意的提醒 就这有可能违反内政部的 劝募相关的法规 请务必有公益团体 赶快站出来协助他们募款 我相信台湾人愿意支持 这勇敢的一家人 因为我以前在那边跑过新闻 你看看那三个人站在那条线 因为摄影大哥都set好了 线都拉好了 三个人就停在那里 就跟你刚刚讲的一样 是跟上次停了线 就是这地方是一模一样 我讲这个地方 这个是跟大家解释说 那个是套好的 所以学恒兄也不必申请 因为你看那个记者 那个不叫问题 你是不是因为觉得很害怕 看你把答案讲了 你说Makio要讲什么 对 我很害怕 这什么问题 我很害怕要是追 陶哥你听我讲 我解释清楚 那个是已经套好了 包括他们要停在那里 然后由谁发问 问完之后就走人 你看第二个问题一问他就走人 那现场记者有没有在追问追打 有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们已经讲好了 包括法警 包括Makio他们从哪边出来 你知道那一栋是法国部的大楼 你知道几个门吗 邱伟应该常去很清楚 那十几个门 那为什么让他们从那门 你卖照 之前防阿森不是跑去找人吗 从侧门溜走吗 他们已经讲好 问这个问题说 那我负责问 可能我里面我就 我问 然后你答案就说 你是不是因为很害怕 所以第一次说谎 对 我很害怕 就走了 所以这不是 这这哪叫问题 对 陶哥 这叫为吗 对 所以他们已经讲好 就先跟现场媒体有个默契 所以你看Makio第一句 是不是跟大家道歉 就是说让大哥大姐 等很多时间什么的 他不算是真正的记者会 以言格来讲 对 当然不是 那也没有让记者畅所欲言的问 所以Makio才讲说 我希望有一个什么很长的时间 来做说明什么的 可是不要忘了 刚刚陶哥也讲了 Makio现在是8万交保 尤其是10万 这几个人通通都是被告 侦查不公开 虽然我们规范的是 检察官跟警察 可是你是被告 如果你把侦查内容讲出来 为了自己脱罪 或者说我再来加油 添出一半的话 这个对检察官来讲话 我是说实在话 对他们是不利的 对 我们稍后这个回来 就是观众朋友 其实他们要面对 什么样的这个刑责 是他们应该要面对的 可是不要再耍弄大众 这是我们现在唯一的 就是从头到尾 很多民众说 不要再耍弄 稍后回来 有记在经过长时间 征讯以后 现在也刚刚布出了 这个北检 他目前是10万交保 我们先看一下现场 因此现在多家交保了 5万 那么在刚刚他离开之前 这个Makio跟湘营鸭子 也已经出了台北地检署 那么他们的刑 他们的那个被告的罪名 也有一点改变了 因为Makio这一次 确实根据他们三个人的供词 来交叉比对可以发现Makio确实当天可能是也有踹这个灵性司机的头部的 因为他的罪名从毁损罪现在变成了重伤害的被告 那么原本他是以三万块交保 而今天加了五万块 也就是说总共他现在是以八万块交保的 那么根据伪证罪之前他们没有土石的部分 这个鸭子他到今天还是不太愿意说实话 因此这个检察官是以 预令他以五万块交保 那么另外相应的部分 他之前虽然有做了伪证 不过今天是有说实话的 因此他今天是以三万块来交保的 那么现在他们都已经来结束征讯 离开台北地检署了 稍后如果有最新情形再为您查播报道 刚刚在现场好像发生了一些 这个骚动的这个状况 那么详细的这个情形是怎么样 我们稍后再跟所有的观众朋友来报告一下 那么是有一些这种骚动 到底是碰到什么样的情况 有记忆刚刚好像在这个骚动之后 又回到了这个北检的房间里面去了 那么实际上到目前为止 除了刚才三名 马凯雅的三名女子 做了一些的仪式性的这种动作之外 那么有记到目前 没有任何的这种表示 离开了这个北检 这是目前最新的一些的状况 跟所有的社会大众来报告 不过我们刚才就要问 无论你说这个道歉 或者是说有这个是不是 就是说因为害怕才会说谎 那么这样的这个问题 其实如果照刚才辉文讲说 是不是已经串好的 这是观众朋友要来问的 这件问题 法律的面已经是接手了 事实的真相越来越清楚 但是给社会大众的一个交代 那么是不是真心的 就是唯一社会大众要求 今天有个隐居界的大哥 那么跟我讲 他说马凯雅不是有心要去说谎 他是因为害怕而说谎 或者隐居圈的人 他们是同圈子里面的人 所以他站在马凯雅的角度 去帮他做这样的一个思考 可是我认为 今天马凯雅从北检出来 八万交保的时候 已经变成重伤害的被告的时候 他仍然告诉媒体说他害怕 大家看看在电梯里面 他跟友记的那个样子 还懂得去买宵夜 还宵夜如花 这个叫害怕吗 害怕而造成他说谎吗 大家回忆一下 在他第一次开记者会的时候 那时候他的镇定 他里面所讲的谎话 大家不觉得是经过设计的吗 是经过脚本准备妥当 之后做脱罪准备 所讲出来的一番话吗 这下害怕吗 害怕会这么镇定吗 害怕会讲得失事入扣吗 害怕能够陈述得这么完整吗 害怕还懂得去栽赃 那个可怜的在江湖病房里面的司机 说他习凶吗 这是一个害怕的表现吗 我必须要说 由今天马凯雅的表现 他到现在为止 我认为他仍然没有回忆 这是民众想要了解一点 就是真实性的 怎么会问出来一个你很害怕才说谎 是你帮他已经要准备找下台阶的原谎 那么他说我会很害怕 如果再加上今天大众可能已经注意到了 关键的在过去的六天的时间 那么昨天所曝光的这个证据 怎么会六天都没有出现 这六天之中那么可以让这个马凯雅可以让这些人不断的去做各种的这个谎言 做各种的一些的诠释 但是完全这个证据早已经在警方的这个手上 警方也在这个第二天2月3号就送到这个检方 为什么都没有出现 这一连串他们都说有很多的一些的这个状况 这些状况能相信吗 我不认为这个是 外界怀疑说有包庇啊什么 我不认为是包庇 因为检警啊 包括电话也是一样 就程度差异而已 长期以来办案都是这个样子 非常草率很粗糙 我举个简单的一个例子 过去我亲身经验的 过去办白小燕案的时候 各位还记不记得有一个女绑匪打电话给白彬彬 说要勒索500万美金的事情 有益文啊 有监役的益文啊 没有录音带啊 为了这个事情我到庭上了 跟对方的律师对干了 我说请你把录音带拿出来啊 请你警方把录音带拿出来 他说没有录音带 这么重要的案子都会犯这种错误的 更何况今天这个案子一开始 他们认为 哎呀小打小闹打架小事情啊 所以说而且是受理的这些警察是 地区性的小警察 所以说他没有这一方面的素养 东西一来了就丢那边 我反正很累了我要下班了 我走了隔了也就忘了 所以这个情形呢 大家也不要往那个方向想 但是我的认为说 检警啊办案的态度要调整 今天每一个案子都一样 我今天在来的路上 碰到一个粉丝就告诉我一句话 今天我们的司法最可恶就在这一点 我们老百姓碰到这个案子 每一天都在发生 谁给我们很慎重来处理这个案子 今天这个案子要不是媒体在追的话 我告诉你也是没事 不是这个比较难理解的就是 至少在过去这五天呢 每一天大家都在谈这个事情 你有这么关键的一个证据 你怎么可能在第一开始时间 把这个另外两名 无论是这个香盈或者是鸭子 都是变成证人 我跟玉琦的看法完全不一样 大家看到 昨天所公布的引带是多么关键 因为有昨天的引带公布 所以才会有今天 友记 马基尔 香盈 鸭子 重新要征讯 交保金额也变了 他们被起诉的罪 他们可能被列为被告的罪名也变了 这个关键的引带多么的重要 这几天连续谈了六天 整个社会都在谈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警察真的昏迷不醒 真的睡疼这个样子 我不信 我认为 这个关键的引带要放在那边 我觉得一定要追查 中间是不是刻意的 你放在那个地方 使得他们有一个说谎的空间 有一个依照脚本 说谎的空间 我认为这件事情一定要追查到底 我们稍后回来 也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 那么 这整个已经引起公分的六天的时间里面 这关键的证据 真的躺在那里面 没有包庇 还是只是草率乌龙 稍后回来